好熱 是不是馬上開冷氣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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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 那怎麼辦 Hello 大家好 我是Polly玻璃窗 來到我今日的麗文教室 教甚麼呢 就是教大家怎樣省電 省冷氣 夏天快到了 熱得傻 沒理由不開冷氣 但怎樣可以省電 省冷氣 請了一位師傅來和我們分享 有請葉師傅 Hello 你好 葉師傅 今天叫了你來 我們這裏是哪裏 這裏是學校 學校 裏面有甚麼類型的冷氣 有窗口機 有分體機 有天花冷氣 生養冷氣至中藥冷氣 通常家裏還有很多人 要安裝窗口機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窗口機 好 立即去 師傅 是不是這裏房間 是呀 我工作室來的 進來看看 好熱 是不是馬上開冷氣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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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 那怎麼辦 那你有沒有開車 都有的 首先這部車是否很熱 你進去 是呀 那你首先要先開窗口 是呀 讓熱氣先離開 那也對 我們先開窗口 通風系統 然後你才開冷氣 那為何要這樣做呢 因為它的引擎 如果太熱會爆炸 爆炸 這麼誇張 不會的 因為一個熱的車頭 它會開冷氣 突然間它會起火 等它先放冷 那這樣是否會省電 是呀 那我們快點開窗 師傅 那部冷氣就在上面 我們家裏都會有類似這樣的冷氣 我們會怎樣去保養它 首先我們每個月都會清洗沉網 那我開它的溫度 那我涼不涼 那我就不會開到這麼盡的溫度 開到調度25、6度 那我是中等的 那我們試試溫度是否夠的 那你就比較清楚 那部冷氣是否正常 我問過有些朋友 平時就會 在超市場 或者去一些家品店那裏 它就會有那些沉網 就好像細菌 塵 那些 放在那裏 可以嗎 不行 不行 因為它會阻塞回風 是呀 即是沒有那麼涼 沒有那麼涼 之後會結冰 結冰 是呀 即是那些不需要買的 不需要 那為什麼可以賣呢 因為它可以賣 它有防止細菌 其實我們定期清洗塵網 都可以的 哦 OK 還有要環保的 塞裙子 那怎樣清洗塵網呢 即是會拔下去 剛才呢 我們就會叫面蓋 然後拿快一個塵網出來 現在這部塵網都幾乾淨 你剛剛清洗完了嗎 是啊 因為我們每個月都要定期洗一次塵網 所以才這麼漂亮的 洗完之後 用清水洗已經可以了 用清水 洗完之後 用環保劑 清潔劑 即是這個叫濕菌劑 就噴一噴 包你的細菌便會清掉 那如果做完之後 立即放進去 可以嗎 那我會可以 等它放一會 十分鐘做緊 拍乾它之後 就可以放上去 現在來到他們的茶水間 就有這一部冷氣了 那葉師傅 怎樣保養這個 我們都會定期清洗塵網的 每個月 還有清洗水管的流通 是 塵網的乾淨 令到它沒有那麼阻塵 通風是說 冷量又足一點 省熱又可以省到電